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說一下這個藍光 因為我們上班 下班之後 尤其是對著電話 回到家 可能有時要繼續工作 又或者可能看電影 可能很多時候 其實都是對著這個螢幕的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藍光我們需不需要 特別做一些什麼措施 先了解這個藍光之前 先了解了光的波長 因為只要你了解到 就知道為什麼藍光 就是某程度上 會傷害到皮膚 大家看到這幅圖 紅橙黃綠青藍紙 就是我們人類可以看到的波長 紅光它就屬於波長 最長的一種就是 610至780 而橙黃綠這個範圍 基本上對人體的皮膚 是沒有特別影響的 直至去到藍光 大家看到是波長 已經短到435至480 而紫光就是400至435 其實我們螢幕 我們經常說藍光 裡面都已經包含了這個紫光 大家看到之後再短一點的波長 就已經是UVA和UVB 而UVA和UVB這個紫外線 很多人都知道我們每天都要塗防曬 就是為了去保護我們的皮膚 從他們的傷害 所以大家看到紫光 藍光波長這麼接近這個紫外線 UVA和UVB的話 其實它的能量也是偏向比較高 而能量比較高的話 其實對於皮膚有傷害 提提大家紫外線 究竟對我們皮膚有什麼傷害 就會令我們皮膚老化 有色斑 也是增加皮膚癌的機會 雖然在香港這個尺度上面 就沒有澳洲那些那麼害怕皮膚癌 但是問題也是令到我們骨膠原組織 是破壞到我們老化的一個原因來的 那究竟紫外線和藍光的分別 對於我們皮膚傷害上面 是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紫外線會直接攻擊我們皮膚的DNA 增加橫皮膚癌的機會 以及是令到皮膚發炎的 而皮膚發炎這個問題 也是老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而通通這些 其實藍光都不會是導致到這個問題的 所以這個老化的問題 就不需要太擔心的 但是呢 那藍光究竟對我們皮膚有什麼傷害呢 就是這個色素沉澱 而有趣的地方是 因為藍光形成的這些色素沉澱 是比起紫外線引起的色素沉澱 要長時間才可以恢復得到的 換句話說我們需要注意藍光的原因 是因為色素沉澱 可能對於一些容易有色斑 以及一些在生暗瘡 擔心會導致有這個暗瘡 印的皮膚就需要特別注意了 那你說很多時候呢 其實日後就說可以塗防曬而已 晚上回到家裡 沒有理由塗防曬去防這些藍光的嘛 那沒錯的 那也都是未必一定真的需要的 而有很多東西都可以做 去預防這一件事 就是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電話 就是如果你是iPhone的話 那你就可以調這個night mode 令到這個藍光去減低 而另外呢 我們用螢幕的時候 如果可以把背景調成黑白一點的顏色 與螢幕釋出的藍光也會相對少很多的 那另外呢除了皮膚之外呢 藍光對於我們眼睛的傷害呢 都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本身晚上在家裡 會不會可能是近視的話呢 就盡量配一些有藍光 防藍光鏡片 藍光對於我們的眼睛 就會增加了白內障的形成 不過這個又不需要真的太擔心的 因為就主要不是太誇張 在一些很暗的地方 看很長時間的一些電話 都不至於說嚴重得那麼厲害 那另外一個tips呢 就是呢 多些塗這個抗氧化成份高的一些護膚品 就是在你回家 洗完臉之後呢 就多些塗這些護膚品 那之後你就算用電話 電腦那些東西呢 看電影那些 其實呢 都會對這個藍光的傷害減低的 因為呢 藍光是會釋出一隻叫做Nitric Ocid的自由肌 而這隻自由肌呢 就是會令到我們皮膚老化 會破壞我們皮膚的蛋白質 分解我們的膠原蛋白 所以呢 盡量塗多些抗氧化的 也是可以幫助到 對於藍光也是會減低我們皮膚的細胞製造力 導致色斑和剛才說的這些皮膚下垂 好了 那究竟藍光呢 拒谷傷害程度呢 如果對於 我有色斑 或者是暗瘡印 那我是不是要很擔心呢 就是等於 那個概念 就等於我晚上用著電腦或者電話呢 就等於我日後出街曬太陽 紫外線沒有防曬一樣呢 那就不是的 其實因為太陽也有藍光的 那就大約站17分鐘 你在太陽裡面吸收的藍光呢 就等於我們用一個月這些平板電腦的 吸收回來的藍光呢 差不多那個分量 所以說到底呢 其實最重要呢 都是我們平時出街戶外的時候 做足防曬 好了 去到如果真的很想防藍光 那怎樣呢 本來我們用的防曬呢 原來就是防不了藍光的 就算是Sync Ocide Titanium Dioxide 花學防曬 它這些都不是made for去防藍光的 那所以呢 有些什麼可以塗呢 其實都ok的 就是粉底了 那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傷皮膚 但是因為它呢 有這個Iron Ocide的成分 只要你那個產品有Iron Ocide 就可以防到藍光了 那有些什麼是有這個Iron Ocide呢 就是通常是有色的東西 就例如剛剛我說的粉底 還有有色防曬 都可以做到這個防藍光的功效 而且呢 是非常之高的 Studies顯示是高過90%的 藍光都可以block得到的 我自己覺得呢 最ideal呢 就是先塗一個全物理防曬 跟它阻擋呢 最嚴重多的就是這個紫外線 那跟著呢 就再塗粉底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 如果出街的話都會塗的 那如果我在家的話呢 我就會只塗有色防曬 因為有色防曬裡面都是有色 而它也是有全物理防曬裡面的成分 可以阻擋到紫外線 那但是如果不是啊 我只是 就算我出街也好 我只會塗一隻的東西 我又不想塗那麼多東西 那呢 都是那一句 都是塗有色防曬 因為有色防曬可以兩樣都遮到 紫外線和藍光都可以遮到的時候 那就相對起來呢 是真的做得比較全面的 還有另外一個建議呢 就是可以塗你本身的防曬 跟著呢 再塗這個防曬粉 而防曬粉呢 就要選一些油色 正如我所說 都是需要一些顏色 就是Ion OXA的成分去做阻擋的嘛 那如果你塗了這個 有色的防曬粉呢 就其實已經可以做到一個防藍光的了 所以平時如果你做好防曬呢 防曬和防曬粉 或者是防曬粉底 或者是已經是有色防曬的 去處理自己的皮膚的話 其實基本上呢 就不需要再太特別去 就是怕這個藍光的 好了 那今天分享的這個 關於藍光對皮膚的傷害呢 就去到這裡了 長過之後呢 其實就不需要說真的太擔心的 我覺得做回相應的措施 就已經足夠了 好啦 如果大家有些什麼想知道呢 可以隨時再問我 有些什麼想 topic 想我說的話呢 也都歡迎告訴我 那我們遲些再見啦 拜拜